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七弟的關係 因為我們七弟在身邊的時候 出去的書兄書姐 每個月每個月都來交往他 來看他 還有一點感動說 出去書兄書姐的付出 都無所求 很用心很用心的在照顧他 很關心他 有時候在路上遇到的時候也在問 問說你弟弟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兩年多後他往生 所以我們陪伴了兩年多 兩位哥哥還受贈為師兄 所以這個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從民國一百年開始 都要進到寬包場 最主要就是大台在看 說寬包場心裡都不一樣 都很充滿很快樂 從早上五點半六點到做到那個十點 早上十點 那段十點那三十個小時的時間 真的內心很高興 剛出在華宜 不是華宜喔 是出燉燉喔 最好現在就是怎麼樣 五點半了 我趕快去寬包場 沒有出早餐 好像差不多十二點的時候 一直想想 我明天要去寬包場 要去寬包場 那種感覺都從哪裡來 我們四個都在家裡 我師父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主席的時候 他一些壞習慣 像是包鯊吃粉 他都直接戒掉了 以及他的腹部 他腹部都穿起來吃得不好 吃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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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去外面主席做寬包 我來主席在服務的時候 那腹部比較好 所以說喔 無形中 病痛都沒有了 我這樣做一張 我感覺說 這沒錢沒錢 這有水 這有水 這我吃十幾年的有水 穿幾罐的有水 那腹部 那腹部 怎麼不會去吃到 這樣 少年都有一句話 很穿起來的 你說年輕是無雙 但是在火鍵中 一秒間 你如果還沒到一秒間 我們人就往生 這樣想 如果有些人不去做 要把這 帶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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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站 有簽那個 書記 那書記 我本身是 開那個 大客車的書記 我說 我來長丹 每個禮拜二 禮拜過 都要到 過村去回收 我們一早上 差不多六點開始回收 所以那我們的 林雄鄉有五個村肉 一彈一彈一彈的回收 開始到環保站的時候 到社政 到現在是107元 這7元 大概每個禮拜 我從來都沒有休假 一路上回收真的還在想 有時候在 心裡在想 開環保室真的很高興 一做一做一做 已經7年了 在環保站 是黑海共修的地方 看那個 有一些老菩薩 老菩薩他們在做 你看他們的心情都不一樣 八十幾歲 七十歲他們 他們騎腳踏車來到環保站 看他們 每天快快樂樂 早上回來 快快樂中午回去 禮拜四 一分類 我們去分類到的是什麼 那都是黃金 哪些什麼都 那今天不要來 那都是黃金啊 片地都是黃金 所以回來都是黃金 寬包廠 是我們 可以讓我們 救人工修的好處 你要用那個心 還不去排除那個 炒的東西 所以 要分類這東西 真的要用心去分類 阿環保廠 就是環保廠 他們默默地做 那是給我們 共修的地方 所以說 修心就是環保廠 我一真希望說 不是跟我們師父 跟我本人進來處理 我也很愛說 跟我那個 我這些 老婆子老 女兒 常常說 我師父 一直要 要印度 我們師父 來給我們師父 後來會 就用功了